野员一家喜提新车的第一天 没想到刚上路就被美牙给霍霍了 真是太惨了 穷困潦倒的野员一家终于要还新车了 这天他们来到4S店 销售员大姐姐看到顿时开心的不行 很快他们便看中一辆轿车 一家人很兴奋的全车打量了起来 随后到了签合同的环节 由于经济压力此次买车要分36期还清 小心很伤脑筋 家里的房贷还有32年 现在又多了个36期的车贷 接着广志询问他们的旧车能否回收个高价 销售员表示很为难 那辆车已经伤痕累累而且引擎也坏掉了 广志机灵回应到如果回收价格低的话 那就不考虑买车了 可为了能够今天把车卖出去 他竟然提出要由他私人用高价买下来好吗 随后轮到销售员写合同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 他居然不知道买字怎么写 就是上面一个字下面一个背 我真的写上去了 还好再写错的字盖个章就可以了 可不料后面居然接连出现错误 待到销售员写好的时候 整个合同已经变得遭乱不堪 数日之后小星一家要告别陪伴许久的旧车子 想想之前一起度过的风风雨雨 全家人顿感不舍 销售员连忙表示要带他们去提新车 一家人瞬间转备为喜 不得不说这车子还真是拉风 喜提新车的广志不禁赞叹车子 还是新的比较好 小星作私补充一句老婆也是新的好 不出意外直接喜提一顿爱的输出 随后回到家销售员提议拍个照做纪念 毕竟这是他卖出去的第一辆车 听到要拍照美牙便赶紧先跑回家化个妆 接着销售员便把相机拿给广志要求帮他拍一张 随后便到了紧张刺激的美牙到车入库环境 而美牙则是嘴硬表示自己没问题 可毕竟这可是新车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下一秒就传来撞车的声音 没想到刚喜提的新车一下子就被美牙给破坏了 销售员让他们节哀顺便吧 到底是因为车牌号码不好的关系 五三 零九 四处 他撞